昨日在Google地图上指出具有观光潜力的部落景点 为了拓展桃园区观光动能 高雄桃园区推动地方创生 邀请实践大学团队13号来到拉布兰部落举办座谈 昨日表示游客来桃园区多半是沿着南横公路游玩 但其实各部落还有不少隐藏景点 希望推荐给民众体验 最基本的这个部落开始有一个替我们的部落做一个行销 那今天时间大学来到我们的这个部落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我们的景点 比方说步道啦 桥啦 还有寿西啊 或者是说我们的农场等等之类的 能够带动我们的这个部落 部落附近有一个叫文泉 是拉库斯西文泉 还有一个燕舍湖 我们部落的产业 我们的部落的产业非常盛行 比方说我们的芒果 我们的爱意 我们的咖啡 我们的红肉梨梅子 实践大学USR计划执行秘书提到 地方创生除了考察部落历史 更强调和地方居民的生活连结 因此希望让居民自己发掘部落特色 任何生活的小角落可能也具有观光价值 传统上大家都会说 比如说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 或者说所谓的那个注点 蹲点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呈现 什么叫做在地元素 在地元素需要有在地的朋友一起共同来参与 所以我们是用地图绘制的方式 发现在地图上发现我们自己特有的元素 每个部落有它的不同的点 是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部落的人士去发现 经过每一个部落这样子去把它那个点拉出来 然后再去踩点 实践大学USR计划执行秘书提到 会整意见后会先让学生踩点体验 主人也期望趁着这次机会 将各部落不同的景点连结 建立一条观光路线 让游客更能了解桃园区的人文风情 元素新闻NAPO高雄桃园采访报导